安乐公主的大唐狂想曲,离显夫妇极致的浇灌,最后导致极致的悲剧。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世界太拥挤,心里太空虚,城市的喧闹,失踪不属于自己,想到你,心里就会充实,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快乐每一天。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请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感谢了。 接下来,年书也会好好努力,双击订阅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无法绕过去的一个朝代。 不但涌现出来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千古一帝,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在武则天称帝的带动下,许多大唐女性都视武则天为偶像,看到武则天一个普通的嫔妃都能一步登天,有一些身份显赫的都想自己试一下。 其中最著名的就要属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了,本期我们就聊一聊在大唐所有公主中最奇葩的一位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名叫李果,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因为她出生时正值当时的李显和为是被武则天贬斥奴隶的路上。 出生时甚至缺少婴儿衣物,李显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裹住婴儿,于是启名李果。 李果因为出生情况比较惨,又是李显和为是的患难中所生的女儿,因此本来就宠爱,等待李果长大后又出落得非常美丽,因此更加溺爱。 如今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对孩子过于溺爱那不是为他好,而是害了他。 但是李显不知道这个道理,不但越发宠爱李果,甚至随着李显再次登基为皇帝后,给予了李果极大的权力。 武则天随着年纪的增大,最终决定把皇位重新归还李氏。 于是,被废的庐陵王李显,再次成为了太子,李果也跟着李显来到了帝都,经常出入宫廷。 这个时候,武三四的次子武重迅也经常出入宫廷,这一来而去,年纪相仿,身世相仿的武重迅和李果就互有感情。 于是武则天干脆直接把李果嫁给武重迅。 武三四与李显原本就是孤表兄弟,后来又成了儿女庆家,两位子弟结婚时,规模浩大。 当时的宰相李桥、苏卫道,以及当时以诗词闻名的沈全妻、宋之问等一大帮大才子写花竹醒这样的夸赞诗词来给武重迅和安乐公主捧场子。 等到太子李仲俊发动警龙政变,杀死了武三四和武重迅后,安乐公主又马上嫁给了武重迅的弟弟武颜秀。 武颜秀比武重迅年轻英俊,而且因为在突厥待过几年,算是个海龟,掌握了一门外语,会讲一些突厥人的故事,会跳一些突厥人的舞蹈,很快就获得了安乐公主的欢心。 其实两人早早就勾搭上了,这次武重迅一死,武颜秀马上就转正了。 这次安乐公主虽然是二婚,但是婚礼更加盛大,安乐公主直接用了皇后礼仪,群臣甚至不敢抬头。 对于唐中宗李显和武家人来说,只要肉烂在自己锅里就行,谁还管别的。 等到武则天去世,李显称帝后,安乐公主更是权势显赫,达到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步。 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宰相以下大臣随意认命。 安乐公主因为受宠,被唐中宗李显特地给予了开辅的权利。 于是安乐公主直接把卖官欲绝发挥到了极大化的程度。 只要能认识安乐公主这条线,只要出了一大笔钱,马上不问出身,不问阶层,全都让做官。 甚至还有安乐公主拿着自己书写的任命官员的诏书,故意捂住不让李显看。 让皇帝签字盖章这样的事情,李显竟然也就同意了。 二,因为一个爱好直接造成物种灭绝。 安乐公主所有的用具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吃穿用型都是最顶级的,住的房子必须和皇宫级别一致,在精细化上还要超过。 有一次安乐公主穿上了一件白鸟裙,这件裙子是用无数种珍稀鸟类的羽毛制作而成。 在阳光下看是一种颜色,在阴影里是一种颜色,舞动起来的时候,简直眼花缭乱就好像无数鸟在眼前飞舞。 安乐公主给自己母亲送了一件。 从此之后,但凡有点身份的公主妃子,甚至官太太,地主婆都要求自己也要有一件白鸟裙。 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所有人都去抓鸟,越是珍稀鸟类越好,直接导致山林齐秦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影。 安乐公主的这一个行为,不知道灭绝了多少珍稀动物。 3. 娇奢隐异 安乐公主想要基本上理显都满足了,只有两件事情是例外。 第一件事是安乐公主想要昆明池,昆明池可以说是唐代皇帝的私产,除了观赏游玩的作用之外, 狐狸每年产出的水产品变卖后的财产,是宫里非子宫里门水粉前的重要渠道,于是李显就拒绝了安乐。 结果安乐觉得没面子,很生气,于是自己搞了一次暴力拆迁,挖了一个定昆池,狐挖好了,还请钟钟去看,明摆这是在炫耀。 第二件事是废太子,太子李仲俊虽然是李显的儿子,但是因为不是为世所生,就多次被安乐公主和武重训所折辱。 李仲俊甚至被安乐公主和武重训直接称之为奴,这种称呼是个人就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异国太子了。 安乐公主因为见证了武则天的权势,一直就有当女皇帝的心思,对太子李仲俊的故意打击也有着这方面的考虑, 甚至安乐公主直接问李显,我能不能当皇太女? 大臣卫元忠名字里有个中字,人也是大大的忠臣,马上跟李显说,我反对。 安乐公主知道后很生气,直接跟李显说,魏元忠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山东孙夫, 他哪里知道国家大事,连阿武子,武则天,这样的人都能当皇帝,更别说跟郑苗红的我离国了。 于是在这种情势下,太子李仲俊被逼带领三百人发动警龙政变, 先冲到五三四家里,杀死了五三四和武重训,然后才去玄武门杀维后等人。 结果这一耽误,政变就失败了,自己也被部下所杀,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唐忠宗李显竟然拿儿子李仲俊的头去祭祀五三四, 还追封五三四为梁王,嗜好为宣这样的事情。 在唐忠宗李显神秘暴死后,李重茂成为傀儡继位, 但是为太后打算当一个武则天第二。 李显死后,外界谣传是唐氏和安乐公主下毒, 人心惶惶之下,唐氏迅速把朝廷所有的台阁正职, 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的负责人全部更换为自己的亲信。 这个时候,太平公主等看到唐氏权势巨大, 于是就联合上官网起草一兆,准备让锐王李诞辅正, 唐后唐皇太后摄政,意思是果子要大家分着吃。 但是,唐后手底下的宰相宗楚客, 唐文认为,果子还是自己单独吃比较好, 建议唐后马上称帝,成为武则天第二。 这一做法马上激化了局势, 太平公主联合锐王李诞的三儿子林姿王李隆基, 决定先下手围墙,发动政变。 这一次李隆基吸取了李仲郡失败的教训, 率领禁军直接冲入宫中先斩杀唐后。 在诛杀其党羽,取得完美胜利。 据《新唐书公主传》记载, 当时安乐公主正在揽静化眉, 文职乱起,逃至幼颜名门, 追兵赶道,斩其首级。 而就唐书《外妻传》则记载, 公主与五颜秀在内宅与士兵隔站两久后, 双双倍斩。 反正不论如何, 安乐公主在混乱中出生, 因此得到了父母的过度溺爱。 等到父母一步步成长后, 她又再一次过多地得到并不符合她年龄的东西, 过早的耳濡目染了丑恶的政治斗争, 但是作为父母的理想和为事, 并未关注这个女儿的心理成长。 反而用过度的物质来补偿所谓的亏欠。 如果放到今天, 这也就是一个娇生惯养, 娇蛮任性的小丫头, 但是因为理想和为事身份的特殊, 直接把安乐公主推向了权力的巅峰, 11岁就权倾天下, 整个大堂都由着这个小姑娘的性子来玩。 这种权力和能力, 自我欲望和自我制约之间的 不平等也造就了无数普通百姓的悲剧。 当然, 安乐公主也为自己这短短十余年的权势, 狂想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不论是混乱的私生活, 还是脉官欲绝, 图谋称帝的野心。 都把她向黄泉路上推了一把, 最后25岁被唐玄宗李隆基所杀, 此后还追贬为悖逆庶人, 可以为今天的诸位父母借鉴。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年书讨论吧。 最后的最后,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哦。